今天来讲讲脂肪肝 脂肪肝很普遍 大家听过的关于脂肪肝资讯也不少 有时有人说没有什么 有些人说可以后果严重的 究竟事实是怎样呢? 今天我们做个很简单清晰的介绍 接着就会讲一下 怎样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将它逆转 记住看到最尾了 我们叫脂肪肝 其实我们一般讲的脂肪肝 通常正式的名字 我们就叫做非酒精引起的脂肪肝病 名字很长 英文叫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这种巧合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如果有些是非酒精引起的脂肪肝病 那就一定是有些酒精引起的脂肪肝病 即是说脂肪肝这种东西 你喝酒可以引起的 那你有些时候不喝酒也可以引起的 那两样都可以引起脂肪肝 但是因为大部分人来讲 都未必是因为喝酒很多引起脂肪肝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讨论 就是集中在一些非酒精引起的脂肪肝那类的问题 那这些病有什么特色呢? 其实它的原理就是说肝里面积聚了太多的脂肪 那正常来讲我们肝里面就不应该有超过10%的脂肪 就是如果整个肝的重量里面超过10%都是脂肪来的话 那就开始就有脂肪肝了 那无端端为什么会有脂肪肝的呢? 其实也要讲回 其实脂肪肝最主要的高危因素 就是哪些人最容易幻想脂肪肝呢? 那就是那些代謝综合症的人 那就是metabolic syndrome 那什么叫代謝综合症啊?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是不是? 最简单的说法呢 代謝综合症呢 就是说三高 就是说脂肪血脂高 血糖高 血压高 再加上就是里形的身形 就是说中央肥胖 就是说肚腩很大的 很多脂肪积聚在肚腩那里 那就是说三高加里形身材中央肥胖 那就是代謝综合症 那代謝综合症的人呢 就是说有三高或者有里形身形的人有什么特别呢? 那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胰岛素阻抗 那胰岛素阻抗就是insulin resistance 那大家一听到又是什么来的? 那其实最简单的 大家现在最容易明白的了 就是说呢 就等于好像银子贬值那样 那原理是什么呢? 其实呢就身体里面吃了些东西下去 那些东西消化了 那就会变成血糖升高 是不是? 那你的血糖会升高 那一路升高当然不行了 那我们就靠胰岛素这样东西 就是胰岛分泌的一种賀尔蒙呢 就把它就压低 怎样压低呢? 它其实就好像一条锁匙那样的 那它就帮我们打开了细胞的大门 就是说那个血里面的血糖 就是经这个胰岛素这个锁匙 开了细胞的大门 血里面的糖分进了细胞里面 那胰岛素阻抗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胰岛素的效果差了 就是等于你的银子就不值钱了 就是说你上个月就5元买个菠萝包 那今个月呢 就是银子贬值10元才买到个菠萝包 那胰岛素阻抗一样了 就是说你本身需要那么多多的胰岛素 那胰岛素呢就可以将那些血糖呢 就是带入细胞里面的 那现在呢因为胰岛素的效果不好了 银子贬值了了 胰岛素的价值贬值了 那要很多很多胰岛素呢 才可以将那些血糖呢 就送入个细胞里面 那就是说胰岛素阻抗的人 或者有代謝综合症 就是三高加里形身形的人呢 因为胰岛素阻抗呢 胰岛素的效果不好 那么身体呢就会尝试 起码起初的阶段呢 就会尝试去分泌很多很多的胰岛素 去补偿回这个问题嘛 就是说你不够钱买菠萝巴 那你去银行那么多点钱 那去买菠萝巴啦是不是呢 那就是一样的道理 那暂时是这样的 就是长远来说慢慢的 就是那个胰壮都会躺平的嘛 那天天都逼我分泌那么多的胰岛素 那慢慢的他就不分泌胰岛素 那就变成糖尿病了嘛 那这个另外一件事啦 总之呢就是胰岛素阻抗 就是引起脂肪肝的原因了 那你会说喂好像欠了些东西啊 你说的这样都是胰岛素阻抗 都是令到血糖升高而已 那为什么会又有脂肪肝呢 那大家要知道胰岛素不仅是一个作用 将那个血糖呢 血里面的糖分送入细胞 它另外一个作用呢 就会令到我们的肝呢 就将这些多余的糖分呢 就是血里面的多余糖分呢 转化成为脂肪 储存起来让我们将来溶的 那如果你那些胰岛素的量呢 因为胰岛素的效果不好 你分泌量太多的话呢 那就会鼓励到肝里面 将更多的多余的糖分呢 就转化成为脂肪 存在那里了 那久而久之的话 那肝状里面呢 就会越来越多脂肪在那里 积聚在一起 那就变成脂肪肝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画了 那就是正常的肝呢 就通常呢 就不会说有那么多 好像那些气泡气泡那些 那些气泡那些不是气泡 一个个泡呢 就好像你喝汤上面那些油那样 其实是油来的 就是肝的组织里面呢 就走了很多 积聚在很多脂肪在那里 太多的话就会形成脂肪肝 有脂肪那又怎样呢 有什么问题先 是不是先 最大问题呢 就是说 那么多的脂肪呢 就不正常了 那我们的肝呢 就会觉得 喂不妥哦 有些东西入侵我们哦 那就是说我们呢 一定要拖马来搞定它先 那就是说 如果你太多脂肪积聚的话呢 有部分人呢 就会引发一个发炎反应 那就是说肝呢 就知道 哎 好像有些东西想害我哦 那就叫一堆白血球细胞走过来呢 那就尝试呢 就弄走那些 那些多余的脂肪 过程里面呢 就会引发一个发炎反应 那可能呢 就弄走到一部分的脂肪 但是同一个时间里面呢 那个发炎反应呢 就会令到肝呢 有些受伤 那长期的受伤 如果说 就是一路脂肪肝的情况 没有改善 那发炎情况 一路越来越厉害的话呢 那你重复重复发炎呢 总是有些疤痕的嘛 那这里一疤痕 那里一疤痕 慢慢时间 就是久了的话 那些东西加在一起呢 那肝呢 就会纤维化 纤维化的意思呢 就就是说 正常应该是 那肝呢 就全部都是肝细胞 很漂亮啊 那但是呢 就现在呢 就里面呢 肝细胞这个就好像少了了 那中间呢 就多了一些纤维的细胞 就是没有用的细胞 就是一些疤痕来的 那你可以想象到 再下一步 如果一些情况再差一点的话呢 那这些纤维化的地方 越来越多 肝细胞越来越少的话呢 那就会形成呢 就肝硬化了 肝硬化的话 就是说你的肝里面呢 大部分都是些纤维组织 没有用的 肝的细胞 有用的细胞越来越少 如果最坏最坏的情况呢 肝的功能就没有了 那就是说没有了肝 就是肝衰竭 那当然是大件事了 是不是 那所以呢 一般来说 这些我们叫做非酒精的脂肪肝病呢 基本上可以分那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普通脂肪肝 就是说呢 只是有脂肪在里面而已 那它又没有引起发型反应 但是呢 脂肪多了 多了那些一个个抛的 就是油在里面 那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说 多了这些脂肪之后呢 就引起一个肝炎的发炎反应 就是肝在里面发炎 那这个第二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因为太多的发炎呢 就慢慢呢 就纤维化 纤维化的阶段 那就是纤维化的阶段 第四个阶段呢 最后一个阶段呢 就是直接变成肝硬化 整个肝呢 都是被纤维组织呢 填满了 功能呢 就越来越弱 如果后果那么严重的话 那究竟怎样知道呢 有什么病征呢 那好不坏呢 这件事呢 又真的没有什么病征 很多时候呢 去到很迟的阶段呢 都没有什么病征 不会觉得有什么感觉的 那就有小部分人 或者在很后期的时候呢 就会有些觉得很累啊 就是上腹脏啊 胃口不好啊 那些这样 比较早期的病 都没有什么病征的 那靠什么去知道呢 第一呢 你就要知道自己是不是高危那些人 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三高的 就是血糖高 血脂高 胆高顺高 或者是里形身形的 又肥胖的 那或者你有糖尿病呢 因为糖尿病 就很明显 就有移肚素左抗 就是你要移肚素的效果不好 这样跟着才会有糖尿病 是不是呢 那你移肚素的效果不好呢 同一时间呢 就会增加肝脏制造脂肪的过程 甚至有些女性呢 就有些女性呢 就有些女性有那个 就是卵巢多狼症啊 你说有什么关系啊 卵巢多狼症呢 就本身是关卵巢的事啊 那但是卵巢多狼症的人呢 很多时候就有了移肚素左抗 又是那个原理了 移肚素的效果不好呢 就容易形成脂肪肝 那些高危人士的话呢 那你就要间不中呢 就去验一下血了 那通常呢 就验一下血 就是最简单的验肝功能 那肝功能呢 就有些时候会看到肝酵素 会升高了的 那同一时间呢 你也都可以照一些超声波 就是塗些啫喱在上幅那里 掃一下掃一下那些 那些又不会不舒服啊 又不会很难做的 那也都可以看到 有没有积序脂肪 或者有没有一些硬化的象征 最后就讲一下 怎样去逆转它了 那你现在呢 就暂时又真的没有什么 很好的办法去医它 就是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帮到这件事的 那其实呢 就最简单的两个方法呢 个个都可以做的 那第一呢 就要减磅 就是说呢 要减低体重 就是说减了体重呢 就起码目标呢 比如3个百分之 减或者5个百分之 其实最理想呢 就可以减到10个百分之 就不要急 不要说很剧烈 那样想快速那样减 快速减不好的 就是说慢慢减 比如说每个礼拜减一磅 那样呢 那就慢慢减3到5个百分之 就是初期的目标啦 长远一点的目标呢 最好是减到10个百分之 的体重呢 那通常可以令到呢 就是这些脂肪肝的进程呢 就减慢 甚至逆转回头的 第二样东西要留意的呢 就是说不要喝酒 我们整条片都在讨论着 非酒精引起的脂肪肝嘛 那就是说 酒精也都会引起脂肪肝的嘛 你如果已经有了非酒精 引起脂肪肝的病的话 你加上喝酒 喝酒又会令脂肪肝差一点嘛 一边救火一边放火 那就当然不行啦 第三呢就是那些三高那些呢 就要尽量控制好它啦 即是高血脂啊 高血糖啊 或者就是高血压的那些 就要把它控制回 那这几样东西都对于呢 就停止这个脂肪肝再恶化 或者呢 将它逆转呢 都是有那个正面的帮助的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先啦 多谢大家收看 未订阅的朋友呢 记住订阅按一下小铃铃 留言点赞 那如果未买我新书的朋友呢 那就可以去三中箱 成品或者天地图书 那香港tvmall的网站呢 亦都可以买到的 那里面呢 也有很多这些 关于这些慢性病啊 就是一些情绪的问题啊 那失眠啊 各样问题呢 都有很清晰的论述 那也都有一些很好的建议的 那买定一本呢 就送给人 或者自己开门口都很好的 那如果你想支持我这个频道 那你也可以透过这条片下面的 超级感谢功能 表达你的支持的 那我多谢大家先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